大家好,这里是巨探先生,我是师妹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孙子把爷爷活埋的故事 老马和老曹是村里的一对搭档 老曹是个木匠,专门做棺材 老马则专在棺材上画鲜鹤的装饰画 几千年的土葬是必须要摒弃的 每次老人们聊到这里,总觉得心慌 他们觉得被火葬是一件很不吉利的事情 这天,老马的女儿过来 打算接老马去自己家里过中秋 老马和女儿一路辗转,终于到了女儿家 老马从心底里抗拒火葬这件事 他让外孙女苗苗带自己去看偷偷埋在地里的坟 老马也想让家人偷偷把自己土葬 可是女儿和一众亲属都执意要将老人百年后送去火葬 老马整天活在忧郁之中 他一心向往着仙鹤 时不时就带着苗苗去湖边等仙鹤 可世间哪有真正的仙鹤呢 老马的儿子回家了 他也将老马接了回去 这天,老马依然去树下闲聊 突然间问起和自己一起做棺材的搭档老曹 旁人告诉他,老曹已经死了 被他家里人偷偷埋在了湖边的玉米地里 老马心里又失落又羡慕 他到了老曹坟前烧纸 一个人在坟前毒镯 并且还看好了在湖前的一棵老树下 还让孙子上树帮自己看看树上有没有仙鹤的羽毛 这棵树依着水源 会方便仙鹤更快地来接他走 可是事情只会越来越糟 工队长登门说 队上决定要组织人员 把草子湖里的草全部割掉 老曹的坟被发现了 来掘坟的人占满一排 丝毫不顾及家人的阻拦 坚决要把老曹的坟挖开 把尸体送去火葬 老马在对面目睹着一切 他在树下画了个圈 表示这是自己的长眠之地 或许从这时起 他就已经下定自杀的决心了 草子湖的草还是被割了 这一割彻底断绝了老马对仙鹤的念想 湖里没了水草 仙鹤也不会再来了 他开始害怕自己变成一缕烟 连家人做饭 烟囱里的烟都要塞住 他悲伤地连饭都吃不下 而家人却不能理解 这天他像往常一样 带着苗苗来到了湖边等仙鹤 此时他的孙子过来了 他一个劲地和孙子说 自己想要看见仙鹤 想要仙鹤来带自己走 说起儿女要把自己拉到西关去火化 老马流下眼泪又叹了口气 可是小孩子懂什么呢 他只能一遍遍地说 自己要睡在这里 不想要去西关火化 这时孙子童言无忌地说 自己可以帮爷爷挖坑 埋在这里就没有人可以找到他 而此时的老马已经万念俱灰 他也简单到觉得自己只要藏在这里 就没有人发现 或许是对现实的绝望吧 他让自己的孙子孙女帮忙挖坑 甚至自己也帮着挖 最后自己坐进了这个坑里 让孙子一铁敲一铁敲地把坑填平 善良的孩子只知道这是爷爷的愿望 却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老马死前的最后一句话 闷闷地从地里传来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 喜欢师妹的小伙伴们 别问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爱你们摸摸哒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